好,我們現在來到一個 時尚最大的UNIKULO UNIKULO在台灣可能頂多兩層三層嘛 這邊的UNIKULO12層 超級大 哇,這是什麼意思 這個是 死亡陷阱 很像那種迷宮裡面的死亡陷阱 穿過去之後可能要保障 哇,這邊的裝置都弄得很疑話耶 會動喔 你看這個牆壁,這會動耶 那是剛剛帽子掉在基德州的阿滴嗎 對,我剛剛在基德上掉一個帽子 只好再買一個 只好再買一個 這什麼意思 為什麼這個會動 喔,然後他都會跟你講說這是在幾樓 是不是在十樓了嗎 七樓、四樓 這也會動 他這個很長耶 中間這一米整塊做出來 好,那我們來逛一下 我們也來看一下這邊的價格怎麼樣 UNIKULO居然有賣花喔 UNIKULO居然有賣花 這邊外面這裡直接是一個 直接融入一個花灘耶 一速390 好,我們一程一程再來逛一下 哇 欸 欸 這看起來很不錯耶 這種大衣 八千塊 這樣子只要台幣 一千七、一千八耶 好便宜喔 這個價格比較正常一點 這個大概就是 可能台幣三千塊 我要買嗎 好像挺買耶 我比較沒有這種 這種大衣 這種感覺我都可以買 糟糕糟糕,我好像要爆買一波了 這種需要的東西 我都會 花錢不手染 這感覺就是很常會用到 好,我待會回來一樓的時候再買它 那個大衣我應該會買 好 上到二樓 二樓的話 藍綠都有 這邊應該就是真的超級齊全 然後 喔 它的 中間這一塊展示中心 它是 延伸到二樓 這下面還在擺 這下面做一個展示 它 兩層樓都看得到 這邊這個毛衣的價格是 三千塊 六百六 六百六是不是也有一點便宜啊 在台灣應該也沒有這麼便宜吧 台灣UNIQLO是不是很貴啊 日本UNIQLO好便宜喔 我覺得我要買一個行李箱 裝UNIQLO的衣服回去 不過它這邊雖然很多層樓 但是它實際上每一層樓的展示空間 比我想像的小 就蠻窄的 有可能在上一層樓之後 那邊中間樓空的地方 會都是衣服 那這樣會比較多一點 不然的話它其實 都是窄窄的走道 沒有到太多衣服 OK 我們來看一下下一層樓 哇 哇 第三層樓一出來 又是一個展示的 就是 給你看一個永續的 再生利用狀況 我覺得 我覺得 我應該會要買一個行李箱 在UNIQLO的英國 這邊好便宜喔 這邊超便宜啊 這邊就是要買 而且尤其是日幣現在跌 一定要買 這個好扯 因為在台灣 我覺得這樣比起來 台灣運動好貴喔 因為它這邊一個毛衣 六百塊 台灣的 一個大衣可能一千五 一千六 我剛剛好像看到 對面有個remote網 我覺得應該要去買一個行李箱 我也要去先買 然後如果今天晚上回去稍微小拍 然後呢 那個沒辦法拍的時候 就買一個行李箱 買一個行李箱 好好好 它這邊的展櫃都是絲毫不省空間啊 這麼大的一塊 全部都展示 但是 這邊過來 這裡就是剛剛那個中間樓空的部分 所以現在 這一層樓開始應該就全部都是衣服了 那這樣它能夠展出衣服的數量就會 比一樓跟二樓還要多很多 各式各樣的衣服 這邊好像大多是女生的 不過好像要冷靜一下 思考說 在台灣其實用不到這麼多保暖的衣服 台灣的冬天蠻短的 所以應該也是不用買到這麼多 這種都是很厚的羽絨衣 一萬八 三千六 就是這樣這個價錢 看起來就比較正常一點 可能有特別價格的就會特划算 一萬 這個是特價的 可以去抓特價的來買 然後它每一層都有收銀的地方 這跟台灣一樣 四樓只是女生然後我就不看了 五樓也都是女生 六樓也還全部都是女生的 這邊真的好大喔 那這樣子下來就應該 八九七八九十以上都是男生的嗎 喔 七樓是小孩的 我來看一下小孩這邊的裝飾 哇喔 好繽紛喔 OK 大概是這樣子的感覺 好 八樓終於是男生專屬了 我來看一下八樓有什麼 這邊就長得沒有什麼特別的啦 就是 跟一般UNIQLO長得都差不多 牛仔褲 這樣子 一件八百塊左右 素色的Hoodie 在上面的層樓好像都比較多新品 沒有這麼多有折扣的 還是有啦 紅色這種都還是折扣 折扣還是就沒有到那麼誇張 九樓 這一層樓就比較多是內衣 這邊的話 終於是 比較賣一些台灣可能也穿得到的衣服了 版權衣 跟IP合作的 好 這邊是第12層樓 然後這裡有一個 咖啡店 賣咖啡的賣飲料 這個旗艦店真的是很齊全 到最上面還能在這裡 坐著休息喝飲料 然後這邊也有一個特別設計 然後 這裡是最後一個展區 這樣子 好的 接下來 就到我的購物時間了 我要把 我有看到 有心動的折價品 全部都搜刮起來 看看最後會買多少衣服 我快類似 我在這邊 逛了大概 快一個小時嗎 我差點走不出來 我的夥伴們 他們都已經去逛其他地方了 然後 我一共 就是這樣子 這一袋 我跟你講 他真的很過分 他有一些 那種厚的毛衣 他特價 才賣2900日幣 然後還有特價 1900日幣 等於是一件毛衣 才台幣440塊 太誇張了 真的是 真的是很過分 我覺得 我剛剛猶豫好久 但是後來想一想 就是我覺得我還是沒有到 買到特多 大概就是 六件毛衣 三件T恤 然後一件大衣 大概是這個量 我們來去接掌 這麼多 我覺得 這邊有 護照還可以免稅 應該可以 再更便宜 好張喔 這邊 一件毛衣 是賣台灣一個T恤的價錢 好 這是我一共 買的價格 他算好快喔 他都沒有逼耶 他直接放在上面 他就已經直接 列出來價格了 大概是 五千 五千塊錢 五千塊買這麼多 我覺得 很超級 好 完成 日本UNICOLO瘋狂消費之旅 連選會製十二個月份的 十二座台灣高山 木質牛舞 台灣山月曆 折折木之中 去年我就是使用這款月曆 不管是每個月的山林風景 還是它的石木掛軸 都非常的有質感 今年再次推出 一到十二月 每兩個月份 可以構成一副連續山景 傳遞 在近山過程中 我們可以用不同的視野 欣賞高山 掛力與坐立 皆採用美術紙 墨香紙 兼具手感紋理和印刷品質 三型木底座與木瓜軸 則採用黑胡桃木 每次更換月曆 都很有儀式感 這次還推出 大中小三個尺寸的山掛布 將台灣山林之美帶入家中 限量製作現貨不用等 超美禮荷包裝 是聖誕節與過年的絕佳禮物 74折的特價連結 放在影片的留言區 極致只剩最後幾天 想要入手這一款山月曆的 大家趕快去網站看看吧